万倩主持青春芒果节 与何炯首搭档 一个行为却让人败光好感 一年一度的青春芒果夜在昨天晚上正式拉开了帷幕 收官的晚会上仍然将话题口碑全部引爆 这次邀请到了万倩作为节目主持人 与何炯首次搭档 一个行为却让人败光好感 每一年的青春芒果节收官之夜都在网上引起了热潮 今年也不例外 邀请到了蔡徐坤欧阳娜娜等当下非常火热的明星 不过今年的主持却有一些瑕疵 第一次主持了万倩过于紧张 而且一个行为还让网友败光好感 由于是第一次主持 万倩并没有什么经验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还出现了抢何炯话的状况 不过何炯主持了几十年 这种经验是很丰富的 在他的旧场下 才不至于让节目看起来很尴尬 第一次主持出现失误很正常 网友们也不会过多苛责 但是万倩的一个行为却惹争议 在与何炯互动的时候 何炯谦逊地说 能跟他一起主持是自己的荣幸 通常情况下 对方会谦让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万倩却说对 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